蝉联六年冠军 刘在时当选韩国最佳搞笑艺人网 一娱乐12月13日报道 日前 韩国某调查机构在11月8日至28日期间 面向1700名13岁以上电视观众 进行的问卷调查中 刘在时获得38.3%的得票率 第六次连续当选为了年度最佳搞笑艺人 早在2007年和2009年 刘在时就拿下过这一奖项 而后暂居第二 知道 在2012年重新当选 至今刘在时已经连续六年垄断了这项荣誉 刘在时不仅在韩国被称为国民MC 也因为Runningman而名声在外 在国内也拥有大批粉丝 因为外形曾被调侃为蚂蚱 但同时也因为在节目中优秀的表现 被粉丝称作大神 此外 江湖东今年以23.3%的得票率 排在了第二位 嫖那来 申东业 李景奎分别以15.9% 13.5% 9.5%的得票率排在了第三位至第五位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陈凯 NK4686 分享 在香港日读报贺子明百万片酬全交和解 两人离婚原因是南方事业不顺 来源 网易娱乐和解与贺子明 离关纠纷闹得沸沸扬扬 而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 他们从知情人方面了解到 何解与贺子明在2016年上半年婚姻状况 就已经亮红灯 知情人猜测可能是贺子明事业的原因 因为过去何解觉得贺子明是个潜力股 但两年过去 何子明的演绎事业没有起色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 何子明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就将所得片酬禁售给何解保管 但爆料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也没有相关证据出现 该知情人向媒体爆料 称何解与贺子明早在去年婚姻就出现了状况 而且多半是因为何子明事业不顺 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何子明拍戏片酬 就最终会在何解手中 具足打款到何子明工作室 工作室在直接转款和结账户 这位知情人称何子明当时一部戏片酬 就能达到200到300万 且其中不乏人一号的角色 但因片酬从不经手 所以经常只有几千块的零花钱 另外这位知情人仿佛知道很多事 连2015年宝妹出生之前两人 买房全过程都知道 何解表示想在美国买套别墅 并要求贺子明放 弃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之后两人便签署协议 这套房子就完全归属到何解明下 当然爆料还没有更多实锤佐证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请他们要私台下私 分享 在相关阅读 更超开流失式的眼泪 微博晒照片 还爱特吴奇隆 对不起来源 国际在线12月12日 邓超在社交平台晒出照片 并配文写到刘诗诗的眼泪 这个答案真的是相当高能 逗趣的邓超 还给了这滴来自刘诗诗的眼泪 一个大大的特解 涂眉刘诗诗诗的眼泪 如此大的一颗眼泪 也是让人心疼刘诗诗 发生了什么才会如是伤心 落泪如斯 而后 一直坚持搞怪风格的邓超 更是连发多评论补充道 对不起 刘诗诗 眼泪好无不偶 尤其更加搞事 清的是 一边晒刘诗诗的眼泪 另一边邓超竟然还爱特了吴奇隆 其实从邓超分享的状态中 我们不难看出来这滴眼泪 应该是出自他和刘诗诗合作的 新剧《心理最诚实之光》 由邓超 阮经天 刘诗诗 文奇等主演 讲述了神探房屋 抓捕高智商变态杀人犯的故事 分享 在相关阅读 报告子明百万片酬 全交和解 两人离婚原因是南方事业不顺 来源 网易娱乐和解与贺子明 离婚纠纷闹得沸沸扬扬 而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 他们从知情人方面了解到 和解与贺子明在2016年上半年婚姻状况 就已经亮红灯 知情人猜测可能是贺子明事业的原因 因为过去和解觉得贺子明 是个潜力股 但两年过去 贺子明的演艺事业没有起色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 贺子明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就将所得片酬禁售给和解保管 但爆料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也没有相关证据出现 该知情人向媒体爆料 称和解与贺子明早在去年婚姻 就出现了状况 而且多半是因为贺子明事业不顺 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贺子明拍戏片酬 就最终会在和解手中 具足打款到贺子明工作室 工作室在直接转款和解账户 这位知情人称贺子明当时一部戏片酬 就能达到200到300万 且其中不乏男一号的角色 但因片酬从不经受 所以经常只有几千块的零花钱 另外这位知情人仿佛知道很多事 连2015年宝妹出生之前两人 买房权过程都知道 和解表示想在美国买套别墅 并要求贺子明放 弃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之后两人便签署协议 这套房子就完全归属到和解名下 当然爆料还没有更多实锤佐证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史 请他们要私台下私 分享 在相关阅读